政治运气太好了 三战拿到手伸后 右手惊喜大礼 中超八冠王峰回路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广州队 关注中超比赛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最近的广州队这边 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目前的广州恒大呢 也是在政治的一个带领之下呢 继续去参加本赛季的中超联赛 在目前中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 那么中超这边啊 广州恒大这边呢 也最终在经历了两场不胜利的一个情况下 拿到了首胜 在最新一场比赛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政治呢 也带领球队的2比0拿到了一场胜利 所以这场胜利 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呢 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虽然说在本赛季开始之初 那么我们也知道广州恒大队 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卡纳瓦罗离队阿兰埃克森以及洛国富呢 也都在最近接连离队 所以对整个球队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 因为本质上其实一个球队无非也就是球员呢 和主帅是最为重要 那么现在呢 两方面都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这个球员缺失 那么确确实实对整个广州很大呢 那么在本赛季的真诚当中打击是相当大的 但是就目前那个情况来看呢 广州恒大能够拿到首胜呢 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当然其实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 可能对整个广州很大对来说 如果说之后还想继续的持续打下去踢下去 还想继续的拿到一个好的成绩呢 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资金问题 那么另外呢就是能否留住剩下的规划球员 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规划球员是否留的住呢 其实也就意味着 那么整个球队是否会有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开始 因为也就意味着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蒋光泰呢 他在此前的话很多人也都猜测说 他可能要离开广州恒大 毕竟呢那么现在三大规划 三大外援都已经接连离开球队 那么蒋光泰如果说离开 那么可能也就意味着整个广州恒大呢 基本上要面临土奔瓦解的一个问题 而且也很有可能是面临一个资金短缺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在最近我们也看到 那么在政治带队取得一个首胜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蒋光泰也是非常罕见的 发文呢去庆祝球队取得了一个成绩 并且也是肯定了队友的一个表现说呢 这场表现非常不错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 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 目前蒋光泰他的整体心态应该还是比较稳定 应该还是会继续留在广州队 而从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状态来看呢 其实也恰恰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就是目前广州恒大呢 应该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随着一些球员的一个离开 那么其实现在广州恒大呢 已经是逐渐进入一个稳定的期 而且呢可能之前呢也有媒体猜测说呢 那么其实随着呢 如果说他们本赛季 在目前的成绩当中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表现的话 或许在下一个赛季呢 可能就能够拉了一定的一个资金 那么加一来对他们整个球队呢 将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他们的成绩啊 包括后续的一些集训的展开呢 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支持 所以现在来看 那么对政治来说呢 运气也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虽然说在赛季开始之初 遭遇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啊还好在他和一众队员的一个坚实 和坚守之下呢 现在也可以看到整个广州队 这个中超八贯王呢 可以说是峰回路转 并且呢也是逐渐的收获了一些惊奇的大力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只要能够接下来继续争气一点 继续提出一个好的成绩啊 其实相信呢 我相信广州恒大应该还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 那么毕竟我们也知道其实中超联赛肯定是要继续办下去的 但是其实对每个俱乐部每个球队来说呢 怎么样去坚持下去呢 其实也遇到一个很重要大的一个知情问题 而这个决定这个知情的问题呢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成绩 所以如果说广州恒大能够提出一个好的成绩 那么可能广州队呢 即便是以后得不到恒大这边的支持 那么或许呢 换一个投资商 换一个赞助商呢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前提就是他们的本赛季的一个成绩 一定要够亮眼 一定要更多的球迷去喜欢 去知道 所以在这里 那么我们也希望政治能够继续带队去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能够继续带领着广州队呢 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